你是不是叫小凤 怎么了 你别管咋了 你是不是叫刘小凤 对 这是我小名 你怎么知道的 那意思是说你家军这个名字 你姨妈他们都不知道是吧 对 自从我妈走了之后 我爸就给我改名字了 这样啊 那家军 你告诉我 你爸妈叫什么名字 我妈妈叫王苏芭 爸爸叫刘天成 家军 你感觉那个房东怎么样 你还生得气吗 哥 说实话 我之前挺气愤他的 觉得他自助针对我 他老是欺负我 但是自从老板告诉我们他的事情之后 我觉得他这个人也挺不容易的 不过五哥 你怎么突然问起他呀 没事没事 我就随便聊一聊嘛 那个走吧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去哪儿啊五哥 你跟我走就是了 走吧 五哥 你带我来这儿干嘛 那个没事 你先在车上等我一下 我马上回来啊 好 小姐在家呢 小友你怎么过来了 那个你姐叫什么名字 你要干嘛 那个你给我说一下 有急事 我姐叫王树峰啊 好多年我们都没联系了 你不会认识他吧 没有 那个没有 那你姐夫一定是叫林天成吧 你怎么会知道呀 那就对了 那就对了 什么对不对的 到底怎么回事 这样 你还记得你侄女长什么样不 那怎么能记得呀 他小时候我就看过他嘛 后来我结婚了 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了 哦 难怪了 你今天是怎么回事啊 你问我这些干嘛 那个姐 你看家军 有没有熟悉的感觉 什么 你不会说家军就是小凤吧 那个姐 你先别激动 你先坐下坐下 应该家军就是你的侄女 小凤 你快告诉我 小凤到底是怎么了 他为什么会突然跑出来找我 姐你轻点轻点 痛了痛了 那个 他到底怎么回事 我也不清楚的嘛 你让他亲口告诉你好不好 那他先生到底在哪里 你快带我去找他呀 行行我等你过去 甲军 姨妈 甲军 真的是你妈 我是个姨妈 你能言认识姨妈吗 姨妈 你也太对不起你了 没说的姨妈 我没有管理 我知道你这些年 你挺不容易的 是姨妈让你受委屈的 你不认为我会让人家 欺负你吗 姨妈不委屈的 能够找到你 我真的很开心 这些钱你先拿着 去买几套 先让你衣服 上面给送鞋子 我不要姨妈 我现在自己能赚钱 你赚钱也不容易 所以这些钱我不能要 听话 小军 这些钱你先拿着 就是苦了姨妈 也不能苦了你 以后你跟姨妈一起好好生活 谢谢姨妈 我以后赚到钱 你一定会还你 小军 我们先坐一下 小军 你出来找你一件事 姐 你叫我有什么事 小军 你实话告诉我 你是不是跟我们家小军有意思 那个酒 行啦行啦 我知道了 小军这孩子吧 挺可怜的 从小他妈妈就不在他身边 我都不知道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 我心里也不好说 这些年也挺憋气的 那个姐 你怎么了 有啥憋屈的吗 我之所以那样对小军 这是因为我老公 他跟一个年轻姑娘跑了 这些年对我们的不管不问的 就连公公婆婆都是我一个人在照顾 我恨我老公 你不喜欢那些年轻的小姑娘 那个姐 既然过去了 就算过去了 放强那些怨恨嘛 是吧 多些善意 多些宽容和理解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 我相信 以后会越来越好的 小五 谢谢你 我知道了 小凤这件事 让我彻底醒悟了 一个人 不管遇到再大的事 也不能心生怨恨呀 否则伤害的就是 自己最亲最爱的人呢 希望你以后能越来越好啊 希望你以后能越来越好啊 加油嘛 谢谢你小五 妈 来你走 你这是突然之后找到我 是否做什么事吗 妈 我爸爸他收了别人的财力钱 让我嫁给一个陌生人 我不想嫁 跑出来找你了 他怎么能这样啊 他这里太过分了 你放心吧 小凤 你以后知道姨妈就能不孽 我不会让人欺负你了 谢谢你 姨妈 你要耍孩子 跟姨妈还可以去耍呀 小五 安姐 你以后就不要过来找小凤了 怎么回事 姨妈怎么了 听话小凤 可是 你先回去吧 等会我过去把家军东西收拾一下 那家军 那我先回去了 你好好的陪陪你姨妈妈